開放點歌 我這裡有IESF比賽的票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想去喔 誰說電競就是窄 第十屆IESF世界電競錦標賽 11月9號到11號 將在高雄巨蛋展開 英雄聯盟 鐵拳機和CS GO 三項遊戲 吸引將近50個國家的選手參賽 堪稱電競界奧運 難怪就連全聯先生 都急著來搶票 世界電競錦標賽要收票 所以我要特別趕過來 去看他們的票可以買這樣子 我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的這個座位不夠多 我們的票不夠多 高雄流行一句話 要宅就要宅在最美的地方 甚至包含我們的高中到大學 其實都有完整的 這一個電競的課程學程 近年電競形象大翻轉 近年將成為亞運的示範項目 同時也將放眼義大利士大運 甚至未來能夠登上奧運殿堂 本週在瑞士洛商會有個國際型的 由奧會所舉辦的國際論壇 那裡面就會提到說 將來電子競技它會納入亞運 跟奧運的這些時程 那我們現在這次下半年度的活動 它會是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節點 十一月在高雄開打的 IESF錦標賽是台灣首度舉辦大型電競國際賽 各國高手火熱開戰 難怪就連阿公阿嬤都抵擋不了電競魅力 要一起為台灣加油 外題新聞採訪報導 電競指標賽